小月 你这买的都是什么呀 怎么了怎么了 大早上吵吵闹闹的 这些都是啥呀 怎么我一早上醒来看见家里面堆满了这些东西 不好看吗 这个是特别珍贵的宝石 我从一个摆摊大叔手里买回来的 摆摊大叔 你这上当了呀 你看这紫色的名字叫蓝宝石 蓝色的名字叫紫水晶 你被骗了呀 啊 不会吧 还真是可恶啊 那个大叔竟敢骗这么可爱的美少女 美不美少女的令说 你先告诉我 你买这些花了多少钻石啊 不多吧 也就一组 一组 半组 到底是几组啊 嗯 你想听几组 我都可以说的 你就说你给了她多少 说实话 就两组 你能多少嘛 两组 小月同志 我宣布你的财政大选被收回了 自己去小黑屋乌鸣去 啊 不用嘛 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撒 撒娇也没用 作为一个真男人 我是不会屈服于这种事的 五分之后 哎呀 没事了 不就上了个当了吗 没事没事 反正我们现在有的是算是 大不了我们造空间站的时候 把我的房间造小一点 把钱补回来嘛 你说的啊 啊 我说的 我说的 不许不算数 行行行 真麻烦 老大 怎么样 我的新车还可以吧 哦 你这个家伙还真舍得呀 这刚发了奖金就买车啊 那是 车可是男人的浪漫 而且我这车可不是一般的车 作为专业的导弹专家 在汽车上安装一点小导弹发射通知 可是轻而易举 可是 如果你这个车撞到什么东西 或者被什么东西撞到了 那岂不是直接爆炸 呃 你这么一说 好像也对 回头再拆吧 别说你的车了 我让你带的东西你都带回来了吗 那必须 我办事你放心 不就是采购一些制造空间站的原材料嘛 我本来没想那么快买车的 但是我发现我背包装不下你说的那些材料 于是 就顺便买了个车 那你要的东西全部都在这几个墨影箱里了 可以啊 算你还有点用 明天我们就可以开始造发射空间站的火箭了 可是我们的第一个空间站 一定要好好的找 等我们把据点搬到空间站上去之后 那我们可就是名正言顺的太空佣兵了